電影《九龍城寨之衛城》 在香港第一日 開畫票房已經極速衝破500萬 一舉打破多項紀錄 成為2024年中西片單日開畫票房冠軍 亦是近8年香港電影開畫入票房總冠軍 是歷年來香港電影開畫入票房第二位 作為主演兼有份投資的古天樂 在社交平台放出一張開畫票房突破400萬的電影海報 說多謝各位觀眾支持 而古天樂這次沒用自己 也沒用另外兩位巨星 紅金寶和郭富城的海報 而是用在電影有重氣氛的一班比較年輕的演員 可以看得出古天樂對年輕演員相當重視